欢迎观看本期 昆哥教你骑 本期内容是双轮的侧跳 双轮的侧跳是在双轮跳的基础上 进行的一个延展 那可以跳上也可以跳下 练习好这个动作以后 对你的整体车杆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同样会提高你身体的核心力量 就是在双轮撑的这个车子的力量 也会提高 那么在延展出去以后 不管是你投业以后都非常有帮助 来吧 跟我学习一下 双轮的侧跳 建于双轮跳的基础上 然后向侧面去跳 原地的双轮跳定侧 然后向侧面跳 那么这个动作刚开始在练习的时候 需要找到你跳的最熟练的方向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有往左跳的熟练 有往正脚跳的熟练 也有往反脚跳熟练 不管怎么样 我都有一个小技巧帮你去解决 双轮的侧跳 是在双轮跳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稍微的延展 那么在你跳的时候 你的重心依旧要向下趴 那么在发力的同时 你就要有一个向 你的熟练向上跳的方向去 扭转一个力量 就是你身体要往那边倾向 比如说我要往我的 现在我的右方跳 那么我向下压了以后 那么我就往右方去发力 你身体要提前探着去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将你的车子 提前有一个向侧面的力量 那你在身体太垂直的时候 你可能跳着跳着 就要往上走了 那一样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过去 你的车子提前过去的话 那你这个动作会做的特别的难看 然后同样 你的过去以后重心也不好找 比如说是这样 能懂我意思吗 新手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如果你在骑车骑的不久 你人和车子的这种张力不足 就随到你脚踏和脚的配合 这个力量不是很足的时候 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这个技巧的话 只限于新手在刚开始练习过程中 可以使用 那么你在往往练习以后 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可以将这个东西忘掉 一定不要借助这个力量 如果往你正脚反脚跳都不要紧 你可以用你的脚去蹬一下你的驱饼 反脚的同时一样 可以蹬下你的驱饼和后架子 这样在你跳跃的时候 会给你后着一个向侧面的力量 这样你慢慢一点感受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点成就感 当然这个也非常考验你的定车的基本功 如果你定车基本功非常的差的话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很逗走 那一样在你骑行过程中 同样的道理也是这样 我给你来骑行的 这样小好的侧跳的幅度 足够能让你在马路牙上跳下来 跳上去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双车翘还可以下高 下高的时候注重的是你在落地的缓冲 那么从这个边缘 不管是骑行还是定车 你要跳上去的时候 其实不用往高处走 你只要注意的是把侧面能带出去 那么足够的想的是 让你脑子专注的是 怎么样让这个缓冲做得好 当然了我这个是瞎闹 那么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上去马路牙练习 不要超过二十分分的台子 因为在这个高度上 你可以练习上 你可以练习下 那么在你容错率比较高 因为你在跳上去以后 不管是你前落地 还是后落地 还是两个一块落地 都不会造成你手腕的磋伤 还有你身体的一些不协调 造成了你的拖踏等等的 是有危险发生 那么你在那边练习 会更安全一些 感谢观看本期 坤哥教你期 本期内容就是双轮的侧跳 可以跳上去 也可以跳下来 这个动作有助于提高你的 整体的力量 让你以后在骑车工作的操控性 变得很好 Everybody Hands up